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陈老师 那么本期活人这首视频咱们是带来因鬼灯水悦 那这个忍者呢 我已经好久好久好久没玩了 刚才在决斗场稍微练了一下 然后直接给大家搞了 带了一个闪电秘卷 那么对面这个人啊 是有点搞笑的啊 有点搞笑 第一个他的是新春佐助 开机的话他想干嘛 这的话直接闪电抓到 然后直接打手枪 不不 打水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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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他踢不踢 这还不踢 你这还不踢 这么能忍的吗 他直接来抓我的 直接一个小分盾 陈老师直接走位啊 走位 跑 我跑 然后打水枪 继续打水枪 踢把他总总乱踢了 这波被他抓后遥 我踢上踢掉 直接 一进了街上 然后钻出来 然后再接一套平A 然后直接开到 我觉得这一步啊 应该大招应该能打死他了 他这个大招伤害呢 我觉得还蛮高的 但最后一下暴击好像没打出来啊 没打死 赶紧跑 打水枪 有没有的小分 幸亏我蹭到斗了 但是他在干嘛 这些闪电带走啊 刚才的话 应该先接一个闪电再大招的话 应该应该正好差不多了 对面第二个是镜箱啊 对面直接是吐了 吐什么 开局直接一技能 然后钻水里 然后直接抓后要打水枪 但这个镜箱这个人家 他有第二段 闪电抓住 然后直接打手枪吧 打水枪啊 对着镜箱打水枪啊 这里我钻出来了 我有 他把通灵也交出去了 他以后会钻过来啊 这里再一技能 他在干嘛 他这个新手如果你就不会走位嘛 你没技能你就品A嘛 有什么交什么 真的是有什么都交什么 你是打下什么东西了 我再钻出来了 直接哎 我又钻进去了 我又钻出来了 他这个镜箱他还有第二段啊 这个镜箱这个人家我也太太久没忘记了 我太久没完忘记 他的技能还有第二段地上爆炸 这里的话一技能在阶上 这时候他替身已经好了 陈老师眼神骗屁不剃 被他抓到 问题不大 你还 你敢哎 你还敢哎呦 这里的话 替身我都不需要 直接抓后腰啊 别别别别别 打朝着镜箱打手枪 在一技能街上 这一波哎呦 他剃了 回头给你打招 游戏结束 朝着镜箱打水枪不是打手枪啊 我们用词要稍微文明一点 是打水枪啊 不是打手枪啊 看一下最后一个忍者是这什么 这个霸体佐助无差别啊 他开局又是做一个奇葩的操作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忍者了 没抓取 密砖也不抓取 他开局直接直接是交霸体 你这是什么操作啊 啊 你这是什么操作 闪电顶一下 被他抓到了 哎呦 你A的起来吗 抓后腰 打手枪 打水枪 别别别别 哎呦 直接哎 我钻出去了 我又钻回来 你怎么不回来了呢 这一波咱们等一下技能cd啊 他手里的话应该要交通灵了 我估计 他用没东西了 果然是交通灵了 这一波 哎呦 跟他换一波 然后闪电电到 然后一技能交上去 钻 我又钻出来了 踢不踢啊 踢了 好 这一波压熊帽啊 这波咱们他已经交了两个通灵了 我就不要贪一个 我就不 我就不要贪了 啊 打手枪 我打水枪 他钻出来的时候他又放霸体了 这里呢 咱们绕一下 等一下这个闪电 然后一技能接上啊 平A 这时候他是有替身的啊 然后他替身踢出去了 踢出去了 是吧 啊 打水枪 打水枪 然后来钻出来 闪电补一波伤害 这一波 然后AA一下 然后再一技能 然后直接开打游戏结束啊 他想跟我和解 是吧 我直接摸头啊 看一下 你看 他给大家看见他的真面目啊 对吧 我不跟弱者和解 是吧 我只 你看他也摸了他 你真面目暴露了 是吧 不跟你和解 是吧 我要跟强者和解 不跟你弱者和解 下个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